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血越来临 他的魔力就会恢复 为了决战这一天 麦师傅一直用心培养徒弟 可惜培养一个死一个 某次跟女巫王打架的时候 交了十年的徒弟也被人家弄死了 麦师傅一阵悲伤 女巫王也趁机逃出牢笼 跑回自己的潘朵山 镜头一转 我们的男主汤姆闪亮登场 虽然此时他只是个偶尔能预知未来的乡下养猪娃 但是在麦师傅找到他后 一切开始变得不同 汤姆的老爸排行第七 他也排行第七 于是麦师傅用一袋金币买下汤姆当徒弟 而汤姆看着麦师傅这张 时不时出现在自己未来的老脸 也决定跟他离开 临行前汤姆的母亲送给他一根项链护身 施托里亚进了城 麦师傅就丢下汤姆自己去买酒了 汤姆满大街溜达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被人们压去行刑的女孩 她知道女孩与自己的未来有关 便出手救了她 可是她不知道女孩是女巫王的侄女爱丽丝 爱丽丝回到潘朵山见到了女巫王和妈妈 女巫王看见亲人也是一阵欢喜 她还安顿爱丽丝去监视麦师傅师傅俩 由于血月即将到来 麦师傅训练汤姆的时间不够七天 她只能一边往潘朵山赶 一边交土地 当夜两人流宿在一座城堡里 汤姆恶补了一顿猎魔人知识 还学会了怎样打飞镖 第二夜 师傅俩在野外休息 汤姆半夜瞎溜达 看到了在月光下沐浴的爱丽丝 两人的手一碰 还发出了蓝色小火花 爱丽丝说 女巫沐浴后碰到真爱 就会有这种小火花 于是两人的气氛就开始暧昧起来 爱丽丝害羞离去 之后师傅俩又被一对士兵 请到了城镇里 士兵们打了女巫王的手下大雄 可是汤姆怎么都不忍心杀死大雄 这让麦师傅非常生气 她狠狠地训了汤姆一顿 汤姆负气离去 一直跟踪的爱丽丝见状 跑去安慰汤姆 之后汤姆为证实自己的心意 也吻了爱丽丝 年轻的情侣愈发难舍难分 可惜他俩都有逃避不了的命运 汤姆只能回去再找麦师傅 师徒俩再次出发的时候 遇上了怪物偷袭 汤姆打斗时和怪物一起摔下瀑布 幸存的汤姆好不容易爬上沙滩 又遇上了爱丽丝的妈妈 结果爱妈妈看到汤姆的项链就放弃杀她 匆匆离去 汤姆好奇地跑去找麦师傅问项链的事 麦师傅说项链中间的宝石是黑暗晶石 得知黑暗晶石下落后 女巫王用汤姆的命威胁爱丽丝去偷晶石 还带着所有手下去攻击人类 平静的阵子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汤姆的妈妈为了保护人类挺身而出 结果被女巫王残忍杀害 趁麦师傅不在 爱丽丝跑去找汤姆要和她私奔 结果说着说着 麦师傅就回来了 还绑了爱丽丝要烧死她 汤姆就向爱丽丝让她逃跑 结果晶石也随之不见 汤姆赶忙冲回去找爱丽丝 麦师傅紧紧跟在后面保护徒弟 结果两人遇到埋伏 麦师傅被女巫手下逮住 汤姆则掉下了悬崖 摔得晕乎乎的汤姆在朦胧中 看到了妈妈的游魂 妈妈告诉她 只有她才能利用晶石 终结女巫王的统治 此时爱丽丝也从士兵嘴里得知 汤姆摔下悬崖的是 她痛恨女巫王失信 而此时的女巫王已经戴上了晶石 正逼着麦师傅加入她的邪恶军团 爱丽丝趁其补备 一把抢过晶石就跑 结果被女巫王追得摔了一跤 晶石也癫眉了 而这时混进邪恶军团的汤姆 也跑过来问晶石的下落 爱丽丝刚说了一句癫眉了 两人就被邪恶军团包围起来 汤姆在打斗过程中突然发现了地上的晶石 戴上后功力大增 还救下了被围困的爱丽丝 此时邪恶军团也被消灭得左胜无几 绝望的女巫王反身走回自己的宫殿 麦师傅也跟着走了进去 她想自己解决当年的战 结果一个没注意 差点被女巫王勒死 幸好汤姆用飞镖打死了女巫王 救了她 此战过后 汤姆终于成了真正的恋魔人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